我靠 众人全部瞠目结舌 一个个全部张大了眼睛 完全没反应过来 就连半空中的陆若新 此时也完全地呆立在原地 到如今也没缓过神来 因为就在片刻之前 韩三千还恍如战神一般 与陆若新斗的天旋地转 日月无光 甚至在轩辕剑雨之下 还可以神出鬼没 自信无比地躲过攻击 并给陆若新造成轻伤 所有人 包括陆若新自己 都认为韩三千 必然会更加自信地 应对接下来的战斗 可哪里知道 韩三千却在这时候 突然跟个兔子似的 跑了 这他妈都玩的什么东西啊 那个一向狂妄不已的神秘人 竟然会在这时候 突然跑了 哪里跑 半空中的陆若新气急 脚下降云一踩 直接追了上去 前方的韩三千 胯下骑着拳头大小的天鹿皮羞 不过 天鹿皮羞虽然小归小 但是飞起来的那个速度 实在极快 可由于身形太小 有点拖不起韩三千 导致一路飞 韩三千是一路东道一下 西歪一下 模样说不出的滑稽 不要再追了 红杜都婆娘 韩三千大骂一声 飞速逃窜 陆若新发誓 他真的愣了一秒 但当想到自己穿的 正式红杜兜以后 再联想韩三千方才的反应 不禁暴跳如雷 四个身影 直接对着韩三千一边追 一边轰炸 轰隆 整个尾风爆炸四起 韩三千如同一只老鼠一下 东窜西逃 气得身后 陆若新咬牙切齿 你堂堂男子和大丈夫 就只会跑吗 陆若新怒声喝道 他可是下定了决心 要韩三千交底的 但韩三千 却硬生生地一直不交底 甚至还在这过程中 轻伤了自己 以陆若新的高傲 达不到目的 已经让高傲的他非常生气 找不回场子 更是让他怒从心来 可就在他要对 韩三千臭金八皮的时候 这家伙居然 居然跑了 你先追上我再说 韩三千回头笑道 对上陆若新 韩三千目前能用的本事 基本都用了 剩下的要打的话 便只剩下盘古斧了 可是 那正好就是 陆若新所想要的 而且 当着那么多的面 上方还有两大真神 韩三千可不想变成 被人无限抱抱的浮娃娃 话音一落 韩三千速度 更加之快地往前逃窜 陆若新紧咬牙关 望着两人 越来越远的距离 心中怒火不断 从某些方面来说 陆若新的强处 并非是速度 因为有 强大秘法和神器的他 本身也不需要太快的速度 所以 他在这上面并未多修 但毕竟是阑珊之巅的公主 受尽宠爱 家中更有无数奇珍异宝 作以支持 所以 年纪轻轻就修为其高 被忽略的速度上 也得以补上 以他的修为而言 他的速度算快的 但对那个练着太虚神步 又有天路皮修帮助的 韩三千而言 他还是太慢了 啊 眼见韩三千已经跑远 陆若新停了下来 怒声而吼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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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道身影 猛地发出四道攻击 炸得某处山峰 轰然塌险 而此时的韩三千 依然乐此不疲地一路狂奔 甚至他心中 有那么一刻的想法 很奇怪 那就是他居然变态地 喜欢上了这种逃跑的感觉 快 快 快 实在是太他妈的快了 韩三千游在风中 穿过各种树林 犹如和阳光在浸跑一般 这种极快的速度 简直让他爽之又爽 那老头果然没骗自己 这太虚神不尽可神鬼莫测 退可实行万里啊 同时 韩三千为了照顾 身下的天路皮修 还时不时地把自己 从四龙那脚后的珠宝 给他喂上一点 有了珠宝这种食物 加之韩三千也开始适应天路皮修的速度 如今的他 早已经不在东倒西歪 反而是悠闲地收起太虚神步 不再辅助帮助天路皮修飞驰 坐在天路皮修的背上 悠闲地享受 来自超跑的快感 咻 可就在韩三千得色无比的时候 一道流光 忽然从他身前划过 直接让他整个人一愣 等他回过神 韩三千才突然发现 放在自己意中的八荒天书不见了 我操 韩三千顿时怒声一骂 八荒天书可是至宝 更重要的是苏银夏和韩念 江湖白小生都在里面 这如果要是丢了的话 那还了得 刷 只是 前方那东西 速度简直快地让人模糊 甚至因为太快 已经出现了空间跳跃 他如同一道光一般 速度快到让人咋舌 要知道 韩三千已经够快了 可是 他比韩三千这边还要快上几倍 什么玩意 靠 敢抢我的东西 实相的 马上把东西还给我 要不然的话 让我抓住你 有你好受的 韩三千气得呲牙咧嘴 身上太虚 神不易加持 催动天路皮修 猛地加速朝前冲前 哈哈 垃圾 不要放空炮 有种追上小爷再说 韩三千一愣 哪里想到 前方的那道光眼 竟然破口大骂起来 是人 这让韩三千感到困惑非常 因为从刚才那影子从自己面前一闪而过的情况来看 那东西的体型其实和人的体型相差甚远 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说 是天差地别的 因为那玩意的大小 以韩三千的估计也就一只金丝猴大小 所以 他怎么可能会是人呢 哪里跑 管你是人是猴 身上催动能量 到了极致 整个身影与风静走 同时几块珠宝跟不要钱似的 拼命地往天路皮修里灌 仅是片刻 二者相加 韩三千的速度陡然提升 如同神盲 直逼前方的流光 直到越来越近 韩三千 这才看清楚了 前面的流光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人儿 或者说 那是个和人生果差不多的小人儿 通体如偶一般白 四肢也是圆鼓鼓的 看起来还真的和人生果差不多 光滑的脑袋上 种着几根稀疏又长的头发 随风一吹 如同几根毛 梳理成了由头四 模样简直滑稽地笑死人 而说他是人 而不是人生果 其主要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的下半身 穿着一条红色小裤衩 有点类似樱花 国香扑那种裤衩 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着 这是个啥玩意啊 韩三千看得不由呆了 嘴角更是微微抽搐 以他丰富的阅历 硬是没见过 眼前的这东西 是什么 但就在韩三千正疑惑的时候 前方的那玩意 却突然回过头来 破口大骂 你特么的 才是玩意呢 你全家上下 都是玩意 靠勒 韩三千一愣 这祸个头不小 但骂起人来 那真的是奶兄奶兄的 微微一笑 你本来就是个小玩意啊 我说的 有错吗 啊 果然 韩三千这话一出口 那小冬稀气地上蹿下跳 呲牙咧嘴 整张人参裹脸 也因为生气 而如同烧红的铁一般 气得通红 韩三千嘴角勾出一丝笑容 正是现在 最大限度的催动 太虚神步 接着纵身一动 一下一到人参娃的面前 手中能量一动 往哪跑 能量猛然如同化成一个大锅盖 随着砰的一声 便直接从人参娃的脑袋上 照了下去 咚咚咚 能量罩里 小玩意拼命地撞来撞去 韩三千如同扣住了一只老鼠在里面一般 还想跑啊 韩三千一笑 手中一动 能量罩中伸出几只绳索 将小玩意直接绑住后 锅盖状的能量罩 这才彻底被韩三千收去 话说 你这小玩意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韩三千饶有兴趣地蹲下身 摸了摸他的手 还真的是又嫩又滑 然后再用手指弹弹的他的小肚皮 圆鼓鼓地 弹下去以后 弹性十足 就你这人生果 拿回去炖汤感觉不错呀 味道应该是好极了 韩三千忍不住笑了笑道 我操 你他妈的敢吃老子 你这个贱人 有种把老子放了呀 咱们凭真本事 比划比划 用这些卑鄙无耻的办法 你是人吗 人生娃看起来小 但脾气却非常的暴躁 一听韩三千的话 那脸又红得跟烧红得铁色的 四肢更是拼命地蠕动 想要挣脱韩三千的束缚 单条 你想得可真美 韩三千抓起那人生果 直接放在手上 同时将他偷走的天书拿了回来 接着 望着他 眉头一皱 你到底是啥玩意啊 要你管老子 人生果愤怒的吼道 下一秒 这娃忽然大眼珠子一转 趁韩三千一个不注意 酷当初的裤衩猛地自行脱落 然后对着韩三千便直接吃了过来 我靠 韩三千大惊一下 还好闪得及时 要不然被这家伙直接给尿一声 妈的 你还真的贱啊 居然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想尿我一身 不过 说到撒尿 韩三千突然阴森一笑 双指一捏 对着那小家伙的小家伙 便直接一个蹦子弹了过去 哎呦呦 人生果立即张着嘴 疼得直哆嗦 要知道韩三千的一个手指 对于人生果而言 那简直就是太大了 而对他的小家伙而言 更是巨大无比 这一弹过去 那力道没让他昏死过去 已经是韩三千手下留情了 呦呦呦呦 人生果 想要拿手捂住 却又发现被束缚的根本不能动手 只能原地一直跳个不停 不过 稍微好一点以后 对着韩三千便直接吐起了口水 呦个屁 我还接个闹呢 韩三千无语 手中一动 将双龙顶记了出来 接着 直接将小人束缚在顶内 将顶一收 他妈的 臭贱人 放老子出去 放老子出去啊 有种咱们单挑啊 进入顶内 人生娃此时情绪更加激动 又是跳脚 又是拿屁股撞顶 嘴里更是怒声咆哮道 你要是再吵的话 我不介意拉你出来 再玩玩 说完 韩三千比划了一下手指 看到这动作 人生娃下意识地夹紧了双腿 大大的眼睛面露恐惧 小嘴也乖乖地闭上了 见此 往韩三千收回双龙顶 没了那吵闹的家伙 韩三千 这才赶紧抬头回顾起了四周 接着 双眼猛地一愣 韩三千 有点无语了 靠 怎么跑到这来了 望着有些血红的头顶上空 眼前的巨大山脉 以及空气中那股 不太寻常的味道 韩三千被陆若心追 追完了 又追着小人生果 竟然不知不觉中 踏入了这中指风 前方不远处的山洞里 红光避险 那就是神种了吗 韩三千 难难而道 操 还是赶紧走吧 韩三千摇摇头 可刚走两步 怀中双龙顶微微移动 传来了那人参娃的愤怒的吼叫 垃圾 败雷 不是人 我就知道 你他妈的是个废物 你不敢进 那你他妈的把老子给放了 老子要进啊 妈的 里面有大宝贝啊 韩三千呼出双龙顶 那人参娃在里面急得上蹿下跳 进去干嘛 进去找死啊 韩三千瞥了一眼他 不屑道 妈的 耸货 我刚才见你大战的时候 不是可以藏在刚才那书里吗 你又可以让轩辕剑都干不死你 你怕个鸡毛啊 人参娃破口大骂道 听到这话 韩三千顿时皱起了眉头 同时倒吸一口气 所以 你偷我的书 就是想进去 废话 不然呢 拿回去 读个呜呼哀哉 韩三千又好气又好笑 这货对起人来真的是彻彻底底 不过呢 这东西长得 又是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甚至让人觉得非常可爱 韩三千还真的有时候 对他发不起脾气来 你那么想进去 韩三千皱眉道 有那本书 就可以进神中了吗 我可是听说 里面非常厉害 如果没有图腾 对应的纹理 和骑山之殿的认证纹理 哪怕是真神进去 也得死哦 从韩三千的角度而言 这地方自然去不得 江湖白小生告诉自己的 也绝对不会错 否则的话 神种到现在绝对不是平静非常的 这帮冲进来的人 早就跑到这里来抢夺真神遗物了 又或者 其他的两大真神 也早就都得风生水起了 因为对他们二人而言 谁能拿到另外一位真神的宝藏 就等同于 对对方形成了超级碾压 称霸世界也就弹指之间的事 何必又如此麻烦呢 所以 这地方 真的是尽不得 那也未必 所谓 所谓富贵险中求嘛 哎呀 别说那么多了 把老子放出去 把你书借给我 我要死了 你就当投资失败 我要是赢了 最多 最多出来 我分你一点 怎么样 人生娃说到这 自己都没什么底气了 韩三千白眼翻出一个天际 借八荒天书给他 简直想都不要想 别说分一点 全分 韩三千也未必愿意 既然你这么想进去 那好吧 韩三千说到这 故意停顿了一下 等人生娃 眼里燃出一丝期待的时候 韩三千手上一动 收回大顶 转身就往回走 我操 王八蛋 贱人 臭流氓 你他妈的耍我 我他妈跟你不死不休 啊 听得小人参娃在里面 喊破喉咙的大喊大叫 韩三千微微一笑 可刚走出几步 韩三千望着远处的一片祥云 你妈的 真是冤魂不散啊 韩三千气得咬牙切齿 很明显 那个陆若新追上来了 韩三千自然不知道 他那一句红色肚兜 对陆若新造成了怎样的仇恨值 身为天之娇女 陆若新一向都是高高在上 地位超然 天下第一的颜值 更是让他有高傲的资本 平常的时候 那帮男人能一窥他的绝世容颜 对他们而言 已经是祖坟冒青烟的大喜事了 想近距离接触他 那更是不知道 休了多少倍的福气 这对男人而言是如此 对陆若新而言也是如此 可韩三千倒好 直接一句红肚兜 陆若新确实是红肚兜啊 这就要了命啊 他竟然被一个男人 看到了自己的肚兜 这对于高傲的他而言 自然是孰不可忍的事 只有杀了韩三千 他才能一解心头之恨 哟哟哟哟 有的人无处可逃了 就在此时 怀中鼎内又发出声声嘲笑 韩三千回眼望去 一时间还真的被逼得走投无路 退无可退了 妈的 我要是死了 你也别想好过 我告诉你 小娃娃 我信你一回 要是我出了什么意外 我第一个把你给顿了 韩三千威胁一句 接着快步朝着前方 神种的方向跑去 队上四个陆若新 韩三千自认 没有任何胜率可言 即便拿出盘古斧 队得上 也会被其他人围攻 甚至招来真神 所以 横竖都是死 但神种里没准 还有一线生机 毕竟 这人参娃说过 有天书 没准有希望活着出来 毕竟他敢拿天书 试图进去 那没道理 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吧 距离神种越近 韩三千突然越发地觉得 身上的压力越大 尤其是 接近百米初的时候 脚上如同被灌了牵一般 唇步难行不说 就连呼吸也变得极为困难 好强的压力 韩三千眉头大皱 紧咬牙关 刚往里走上一步 顿时感觉身上背上一座大山似的 就连落脚 整个地面也随着轰隆巨响 再往里走 又感觉多背上了一座大山 这一脚下去 整个丹田内的能量都不断地被挤压 可怕 太可怕了 韩三千整个人已然清静抱起 不过 越是如此 对韩三千而言 他倒是越发地有兴趣 最重要的是 他也没有其他的退路 所以 要活命 选择不多 直接用太眼心法将所有能量催动 同时精神和不灭玄凯 全部撑起 太虚神步也在这时候开启 韩三千身上的压力 这才勉强减轻了一点点 就这样 韩三千再次往里面走去 接近神种之时 一股强大无比的死灵气息 和一股气势磅礴 又生生不断地灵气迎面扑来 而且越是接近入口 这两股气息也就变得越发地强大 我草 好难受 韩三千睁獰这五官 用尽了全身的力量 将一只脚迈入了神种之中 刷 猛的一股巨大的白芒突然从洞中散出 将韩三千吞噬以后 下一秒 白芒消失 洞口又恢复如常 散发着强烈的红光 远处 陆若欣缓缓地落下 手中密法一手 似到身影化成一道 望着韩三千消失的洞口 他眉头微皱 朱唇清起 喃喃道 这家伙 是个疯子吗 连神种也赶尽 陆若欣不得不得心生震惊和佩服 因为在没有决出胜负以前 任何人进入神种 结局都只有一个 那便是死亡 这绝非道听途说 而是真实事件 几十万年前 也有真神生出异星 于是想趁机夺取神种的遗城 另外一位真神 也担心 他拿到以后 一家势大 于是紧随其后 但从此以后 那两位进去的真神再未出现过 所以 真神都不可入 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有人付出了生命大家来证实的前车之鉴 若是换作常人 恐怕不屑一笑 转身离开 但陆若欣却并没有 长衣飘飘 宛如仙女 随意的手中青纱飞出 绑在树干上 香绳青飞 落于沙间 竟然小气于此 不知为何 陆若欣对那个恨之入骨的疯子 突然有种怪异的感觉 他总感觉 不多时 他就能从洞口出来 尽管这种感觉 对陆若欣而言 是非常荒诞的 但陆若欣 有时候偏偏就是一个 看似十分理性 有时候 却偏偏会随感性而走的女人 碰 而几乎就在此时 被白芒所吸进洞穴的韩三千 顿时直接俯冲数百米 最后重重地 呈现一个大字形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因为落地速度快 韩三千硬生生地在地面上 砸出一个巨大的人字深坑 而几乎就在此时 韩三千的身体内 一道红光一道紫芒 彼此交汇 从韩三千的身上脱离 一路直上 最后在升至顶部 分离于左右两边 洞中 顿时明亮了起来 我靠 一声痛喊 趴在地上的韩三千左手 只动了洞 下一秒 整个人也从坑中一个 翻身而出 仰躺在人字坑的旁边 你俩干啥呀 望着顶部上的天火和月轮 韩三千忍不住无语道 韩三千根本就没动用过他俩 但他俩却突然自主出现 然后自主升空 韩三千本想控制这俩回来 却发现 无论自己如何动 这俩根本就不受控制 这 韩三千无奈了 这TM的什么意思 自己的东西 自己还不能控制了 他们难道现在有了自己的想法 收不回来 韩三千确实无奈 下意识地从上往下看了一遍 从洞口往下 便直接是一个悬崖 两边都是高又坚固 且呈现九十度的巨大山崖 但深处洞中的山崖 却并没有任何的潮湿 反而非常的干涸 崖壁也异常的整洁 但最让韩三千诧异的是 崖壁上还有字 莫非是穆志明 韩三千眉头微皱 在地球 他倒是知道很多大墓里 有各种机关 但一般在墓口处 一般均有穆志明 记录墓主的一生和过往 这是真神的神种 那说不准 这真的是他的穆志明 想到这里 韩三千将目光 放在了崖壁上的字 字体苍净有力 顶部有字 天命崖 下方呈四排 顺右往左 扶摇哪知银下苦 三千世界化三千 若是君上天上来 即使万古地中埋 好诗 好诗啊 韩三千一边念 一边不由感叹 但下一秒 他却原地地呆住了 不对啊 这是什么诗啊 怎么会有自己和苏银下的名字 扶摇和银下不就是苏银下吗 三千 三千不就是指的自己吗 这是谁写的诗啊 怎么会在神中里 福家的真神陨落 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甚至可以说在那个时候 韩三千和苏银下还未认识 苏银下 甚至还没出现在地球之上 可那时候 真神陨落的目的里 便有这样的诗 意义又是何在 难不成从那时候便已经是命中注定 自己和苏银下就要走在一起吗 否则的话 两个人的名字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而整个诗的后半句又是什么意思呢 若是君上天上来 即使万古地中埋 这说明了什么 韩三千想了半天也没有想明白 不过 这句诗 他倒是记在了脑中 就在此时 天火和月轮也突然之间 自动回归到了韩三千的面前 天火与月轮回到手中 韩三千此时 才注意到 在自己左侧的这面悬崖底部 是一个大大的石门 门高百米 宽约五十米 轰隆 忽然 就在此刻 伴随着地动山摇 悬崖壁上陡石狂蟹 大门忽然轰鸣而开 大门之内 隐隐可见最深之处 有团金色血气所形成的泉水 一股股流光围绕在其上方 尽管离得很远 看得那片金泉都异常地模糊 可韩三千依然可以感受到 那气势磅礴的威压 还等着什么呢 臭小子 赶紧进去啊 再不进去 咱们就要被压死了 望着此时 头顶两处悬崖疯狂地落石 双龙顶中 人参娃急声催促道 韩三千慌忙地就想往里跑 只是刚一抬脚 顿时满脸无语 妈的 你还愣着干嘛 快快快 快呀 人参娃似乎非常惧怕 疯狂地催促着 韩三千不是不想跑 问题是 进入这洞中以后 那股强压 非但没有消失 反而变本加厉 韩三千感觉自己 只是一只腿 便有几千斤之重 饶食自己咬紧牙关 使出浑身之劲 体内太须神部疯狂加持 不灭玄凯和金身 也同时都在紧紧地保护自己 可是 真的走不动啊 举步维艰啊 眼看着落石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韩三千急在心里 可也只能硬着头皮 顶着被各种乱食所杂的疼痛 一步一步地往着大门走去 哄 突然 就在此时 两边的悬崖从中忽然塌陷 形成两个巨大无比的落石 一前一后 直压而来 更让人感到绝望的是 这两个巨石体积庞大 几乎直接可以塞满下方的空间 若是再不进去 这巨石一旦落下 只能被直接活埋 然后再压上一个最上方的巨石 妥妥地 给你盖上的大棺材 哄 几乎也就在此时 韩三千也是使出了浑身的劲 两步并一步 整个人将所有的力气 直接运在脚上 然后猛地纵身一跃 整个巨石几乎擦着 韩三千的脚后跟落下的 两者间只差毫厘 碰 巨石落下 掀起阵阵尘烟 从洞口直接一路蔓延大门里面 韩三千被搞得完全看不清周围 正在呛到不行的时候 此时 双翁顶内传来人生完那恐惧的声音 快看 快看啊 韩三千随眼望去 顿时间不由的大尺一压 巨大无比的目洞里 宽阔无比 高有千米 足有整个中指 三峰大小 看不到边 摸不到顶 金色全眼绽放的微弱黄光 此时 刚好照出金眼旁边的一个巨大头颅 那是一只黑曲曲的脑袋 眼有牛大 鼻有像粗 闭着的眼睛静静地躺着十几根睫毛 根根如同常见利刃一般 鼻子之下 是一张巨大无比的嘴巴 如同石柱大小的獠牙微微露出 在金光的衬托之下 闪着淡淡的光芒 看起来锋利无比 随着光线渐渐适应 韩三千更呆了 那是一只蜷缩在那的巨猫 身如大山 通体黑色 一呼一吸间 却可让这空荡无比的巨大山洞里 时冷时热 这 这他妈的 也太大了吧 韩三千惊呆了 那是首饰灵猫 巨顶里 人参娃心有余悸地说道 显然 这祸的声音里 明显在强装镇定 千万不要惊醒他 否则的话 咱们都得死 人参娃继续说道 接着 他又道 看到那眼金拳了吗 那就是神之血脉 那血脉之中 还有神之心 只要集齐这两样东西 便可以继承真神的遗志了 韩三千目光如炬地盯着那汪金色的泉水 即便隔得很远 他也可以感受到他磅礴的灵气 那些黄金一般的泉水 散发着属于神才应该有的正色金光 夺目无比 流光之中 更有树枝不尽的能量波动 即便韩三千不是贪婪之人 但望见这汪泉水 也不由感到饥渴难耐 想 将它一饮而尽 看到了 不过 有那只巨猫 守护在哪 韩三千道 首饰灵猫 巨大无比 且在这里面不受任何压制 甚至可以说 我们所受的压制 对他而言 却是如鱼得水 加之这妖猫厉害非常 即便是真神 在这个绝对空间里 也绝非他的对手 人参娃说道 韩三千点点头 表示明白 那咱们轻手轻脚地过去 不可 人参娃连忙阻止 守饰灵猫 虽有耳 但却不灵 虽有眼 却看不见 它是靠呼吸来判断的是否有人闯入的 你的意思是 它又聋又瞎 瞎 剑南 难道你不知道 瞎子的长官是最灵灵吗 人参娃不屑道 你若再往前一步 它必然会发现 你信不 韩三千抬起的脚 顿时灵在半空 怎么不早说 我靠 那咱们怎么办 韩三千在这本就每走一步都异常困难 脚中千斤 如今 还要来个单脚抬腿 这特么的 根本受不了啊 我去 碰 突然 还不等人参娃说话 韩三千 已然控制不住自己 一脚猛地落下 而几乎就在此时 那金拳旁边 那无比硕大的脑袋 猛地睁开了血红的眼睛 那双眼睛 巨大而恐怖 被他所盯上 人都不由后脊发凉 哦 紧接着 他如山的躯体猛然一动 韩三千面色冰冷 这他妈都完了呀 我操 贱男 你他妈的想死 别连累我啊 双龙顶中 人参果不由破口大骂倒 而几乎就在此刻 那首饰灵猫 已经微微一个欠身 下一秒 张着血喷大口 捂着锋利的利爪 直接扑了过来 我靠 用你那说啊 跑啊 被人生娃这么一喊 韩三千立即反应了过来 心中一念八荒天书 下一秒 两个人直接消失在原地 只留下一本书 缓缓地落在原地 靠 八荒天书内 韩三千一个翻滚落地 额头上已然满是大汗 还好跑得及时 否则的话 他一定成为了 那只巨猫的盘中餐 八方世界的传说 确实不是假的 当那只巨猫 扑向自己的时候 韩三千只感觉自己的身体 仿佛在瞬间 直接被几万座大山 压在了身上 别说动弹自己的身体 就是连呼吸 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这就好像 你胸口被几百万吨的东西 压住了似的 胸腔根本就没有空间做伸索 更恐怖的是 那守灵狮猫的巨大气息 韩三千真的相信 就算是真神来了 在那种环境里 也绝对不可能活着出去 也怪不得这人生娃 要偷自己的天书净神种了 真是 差点让你他妈的 害死老子 愚蠢 愚蠢 简直愚蠢 我怎么会被你这个垃圾抓住 快放老子出来 老子要跟你大战三百回合 啊 巨顶里 经历过生死劫难的人生娃 此时怒不可遏的吼道 韩三千类的也是气喘吁吁 一个翻身躺在地上 望着白白的天空 长长地出着重气 在这地方 没了那股压力的压制 他真的突然感觉到了世间的美好 少废话 要不是靠我 你都死在那了 韩三千回了一句 靠 你意思是我还要感谢你了 你做梦 我骂 你还来不及呢 叫你不要靠近 你非要靠近 现在好了 把手灵尸猫给弄醒了 还搞个屁啊 人生娃气不打一处来 谁叫你不说清楚的 那种情况 我都卖出腿了 能收得回来吗 韩三千说完 突然想起了什么 眉头一皱 小家伙 你怎么会对神种里面的情况 知道得那么清楚 刚才还骂骂咧咧的 人生娃 在听到韩三千的问题后 突然之间沉默不语了 你要再不说 我马上把你踢出这里 让那猫 把你给吃了 没准它吃饱了 对我没兴趣了 韩三千威胁道 我靠 你真真真真的是不要脸啊 人生娃无语地吼了一声 片刻后 他叹了口气 因为我本身就是神种里面的 你是神种里的 韩三千奇道 正是 人生娃郁闷地点点头 你如果是神种里面的东西 那应该知道怎么出去吧 韩三千对真神一致没什么兴趣 他只是想赞逼陆若新的锋芒而已 既然躲过了 就该想办法出去了 知道啊 就是上面那个洞口啊 不过 你也看到了 他方了 出不去了 现在 唯一要出去的方法 便是破坏神种 解除静置 然后咱俩从另外的出口出去 另外的出口 那眼金拳底下 便是另外的出口 你最好祈求你运气好点 手灵狮猫闲得无聊 然后把你那破书当成玩具 叼到那附近 然后咱们一出去以后 你动作快一点 然后夺走金拳里面的真神之心 那么 你就可以让它消失了 然后你也可以离开了 人参娃说道 靠 有这种可能性吗 嗯 你不用担心 可能性几乎为零 毕竟 它是死灵狮猫 可不是你喂养的宠物猫 人参果翻了一个白眼道 那你本来的打算呢 韩三千道 既然它要偷自己的天书 必然有它的办法吧 我本来的打算就是拿你的说 这样一朵一戳 情况不对 就出去了又进来 情况 好点又悄悄往前一点呗 万一运气好 花个几个月的时间 没准我 还能移动好几步呢 人参娃豁然道 你是不是要死啊 韩三千无语 它可没有几个月 甚至更久的时间浪费在这里 而且 就连它也一直在说万一 什么叫万一 万一就是出去的时候 那猫一直守在天书旁边 别说几个月 甚至几十年 也未必能移动分好吧 喂 你干嘛去 就在此时 韩三千起了身 朝着远处的茅草屋走去 双龙顶中的人参娃 非常不解地冲韩三千问道 干嘛 睡觉啊 睡 睡觉 当韩三千回到茅草屋 又见到了苏迎夏和韩念 江湖白小声 苏迎夏本想问韩三千情况如何 哪知却听到了双龙顶中人 参娃的又喊又叫 正疑惑的时候 韩三千 直接将人参娃 从双龙顶中放了出来 这是什么 苏迎夏奇怪地望着人参娃 一时间被她可爱的外形给吸引了 小玩意 拿给妮儿玩去 我去睡会 韩三千道 韩念一听 自己可以玩 这小东西又长得这么可爱 顿时间就要伸手去抱 人参娃 此时一声怒吼 别过来 过来老子 咬死你这个小娃娃 韩念顿时被吓了一跳 一时间眼泪汪汪 无助地望着韩三千 韩三千眉头一皱 冷冷地盯着人参娃 你如果再敢凶我女儿一下 或者是惹我女儿不开心一下 我保证今天晚上顿了你 啊 你 你这个贱人 人参娃被气得不轻 不过 话音一落 人参果无语了低下了脑袋 人在屋檐下 哪有不低头 去玩吧 韩三千见人参娃服了软 冲韩念一笑 韩念这才捏手捏脚地 抱起撅着嘴巴 口服心不服的人参娃 等确认人参娃不会凶了以后 这才高高兴兴地抱着她出去玩了 苏英夏无奈苦笑 你上哪弄来个那么可爱的小东西 韩三千摇摇头 随意地回了一句路上简单 苏英夏和江湖白小生顿时奇怪地互相遗忘 韩三千刚想说话 此时却顿住了 江湖白小生苦苦一笑 摇摇头站起身来 笑道 行了 我出去跟念儿玩一会 等江湖白小生一走 韩三千这才望着苏英夏道 英夏 你对福家上一任真神 知道多少 知道多少 这是什么意思 苏英夏一愣 韩三千眉头微皱 缓缓地坐在了床边 接着将自己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苏英夏 你是说 咱们现在处在神种之中 没错 韩三千只讲到了进入神种 对后面的事却只字未提 他不想苏英夏担心受怕 韩三千说完 微微地侧身躺下 着实不明白 福家的上一任真神 是我爷爷 福宇 苏英夏望着韩三千 静静地回答道 不过 我对我爷爷印象并不太深 因为 从我很小的时候 他便一直没怎么出现过 印象中 他只出现过两次 等我大歇以后 便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你爷爷 这就让韩三千更加的匪夷所思了 爷爷辈的人 又怎么会知道后续的事情呢 莫非 他可以预捕先知不成 是 韩三千点点头 整个人陷入了沉思 苏英夏也秩序地不再追问 静静地走过来 给韩三千倒上一杯水 然后默默地陪伴着他 你爷爷见过你两回 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话 让你印象比较深的 韩三千沉思了片刻以后 突然抬头问道 苏英夏摇摇脑袋 印象之中 好像爷爷从未跟自己 说过什么重要的话 但就在韩三千点点头 接受这一结果的时候 苏英夏突然皱起了眉头 对了 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 爷爷好像跟我说过 叫什么来着 韩三千顿时来了兴趣 一屁股坐了起来 不过他并未催促苏英夏 尽量不打扰他的思绪 让他努力地去回想 哦 对了 爷爷说 让我要开开心心的生活 千万不要心事重重 否则的话 一辈子都会过得很压抑 苏英夏一拍大腿 想了起来 但这番话 却让韩三千颇为失望 就只说了这些吗 对啊 你突然问这个干嘛 苏英夏不解地问道 韩三千摇摇头 一笑 哦 没什么 就是突然到了神种嘛 就想突然问问而已 说到底 你爷爷也是我爷爷啊 苏英夏微微一笑 对韩三千的话 倒并未有什么怀疑 看你的样子 累得不清了 要不 你休息一下吧 韩三千点点头 连续的大战 加上神种内那变态无比的压力 真的让韩三千整个人 透支巨大 他确实需要好好地休息一番 不过 躺下后的韩三千 一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因为有个问题 他始终想不通 身为苏英夏的爷爷 福允自然清楚 苏英夏是福家女神的这一事实 也是孕育福家接班人的唯一 按照苏英夏的说法 福允在那之后再没有出现过 所以 福允按道理而言 那时候可能已经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那么在弥留之际 他应该会在自己给苏英夏 留下些什么重要的遗言才对 而不是那句简单的要孙女快乐吧 难道他真的只是希望自己的孙女快快乐乐吗 韩三千摇了摇头 暂时休息了起来 晚间的时候 苏英夏做好了饭菜 妮儿也在江湖白小生的陪同下 一蹦一跳地回了屋 当韩三千再次看到人参娃 不由得忍俊不惊 此时的人参娃 哪还有先前的模样 本来的裤衩 如今已经变成了他的头巾 光秃秃的屁股 则用两片树叶串了起来 浑身上下也是脏兮兮的 虽然妮儿对这个玩具很喜欢 毕竟他长得又可爱 又会说话 但可爱这东西 有时候在小朋友眼里 会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因为小朋友相对大人而言 并没有太强的克制力 而人在面对极致可爱的时候 往往都会生出一种很变态的行为 意思是 太喜欢某种可爱的东西 会让人有一种忍不住 想要咬上一口 捶它一拳等行为 人会不知该如何表达的激动心理 这是因为人的大脑 在面对一些很可爱的东西 肯变得非常的活跃积极 为了不让身体失衡 大脑会分泌一些反面的情绪来调节 所以 面对越发可爱的东西 人的行为 往往会朝着相反的方向 暴力而行 所以 妮儿喜欢归喜欢 但就因为太过喜欢 加之是小孩 人参娃一直惨遭妮儿的各种蹂躏 人参果嘴上骂骂咧咧 但只见嘴动 不闻声音 当看到韩三千以后 人参娃忍不住了 变态 变态啊 我操 呸 人参娃怒了 忍不住唾弃道 韩三千倒也不生气 微微一笑 救了你的命 不说声谢谢 也就算了 还要骂我 你就是这样 对你的恩人吗 少来 你是个狗屁恩人 你分明就是个无耻的变态狗贼 把我带回这地方 让你女儿折腾我下午 还要我陪她玩过家家 幼稚不幼稚啊 你想拿东西 不付出点怎么行 韩三千笑道 这跟东西有毛的关系 你分明就是不敢出去了 所以在这躲上了 但是贱人 你要躲就躲 老子可是要宝贝的 你把老子放出去 老子 宁愿被那猫弄死 也不愿意 死在你们大小变态的手上 人参娃怒道 韩三千微微一笑 并未搭理 他怕吗 当然怕 但韩三千不是个退缩之人 留在八荒世界里 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两个世界的时间差而已 你看 老子就知道 你怂了 也对 连放小爷出来 单挑都不敢 你能有啥种 人参娃怒声讽刺道 韩三千真的有点烦他的唠叨 眉头一皱 你真想出去 废话 像老子这种英勇的男人 才不惧怕死亡呢 放爷出去 好 如你所愿 韩三千笑笑 接着 心中一个默念 下一秒 人参果只觉得 眼前一黑 在睁眼的时候 他那可爱的眼睛 顿时瞪得老大 哇 完全被韩三千解开束缚的人参娃 刚从八荒天树里跳出来 整个人便直接被一股巨大的怪力重重地 直接拍在地面上 如同一只癞蛤蟆一般 动弹不得 但这还不算完 因为人参娃惊讶地发现 他的眼前 有一只带着四只刚刃的巨大无比的脚 就在自己的面前 当他尽力 抬头望去的时候 不由吓得哇哇大叫 上方之上 一只巨大的脑袋 正睁着牛一般的大眼 死死地盯着他 手林尸猫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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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爸爸呀 救命 救命啊 哦 随着人参娃一动 整个手林尸猫瞬间发狂 怒吼一声 一个巨大的巴掌 便直接扇了过来 咻 下一秒 闭着眼的人参娃 一直吓得直哆嗦 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但等了半天 也没等到意料之中 那能把自己拍成肉泥的巨掌 倒是听到了 韩三千的嘲笑声 呵呵 英勇的男人 我靠 我在哪 我是不是死了 这里怎么这么黑 这里是地狱吗 听到韩三千的声音 人参娃下意识地 扫了一下周围 然后搬着自己的脚 又搬着自己的手东 看看西看看 等确认身体完好无损后 他这才注意起了四周 熟悉的竹屋 熟悉的家地面 这不是下午的那个事件吗 几步 跳到韩三千的面前 人参娃嘟弄着嘴 红着脸 那个啥呀 刚才 刚才只是个意外 我没准备好而已 毕竟 谁能想到咱一出去 那只死猫 正好一直就守那呢 它不是守在那 它是刚到而已 韩三千笑笑 刚到 等吧 韩三千甩完一句话 直接回了卧室 睡觉去了 人参娃硬是在那 摸着脑袋想了半天 当目光放到窗外的夜空时 它渐渐明白了什么 这里面的时间和外面不同 出去的时候 不过太阳刚要落下 可在返回的时候 此时天外已然接近凌晨 现在 它突然明白 韩三千为什么第一回进来的时候 说是要去睡觉了 它不是怕了 它是在等待时间 这里一日 外面一年 怪怪的摸摸脑袋 人参娃跳到了柴房的柴窝里 咬着手指 睡下了 时间一晃便是一个礼拜 有了先前的教训 人参娃在为主动提及出去一事 在妮的精心照顾下 人参娃也迎来了自己的人参高光 几乎是每天一个造型 每天的造型变得更为复杂 直到那一天 小小的人参娃已然头顶假发 扎着两个长长的小辫子 身上穿着红色小花衣 脚下穿着绿色小裤子 本来的裤衩被韩念当成围巾系在脖子上 整张可爱的小脸更是被浓妆艳抹的时候 韩三千那天突然一改往日的愁容 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一拍大腿 突然决定 要出去了 顶着那身女装大佬的装扮 人参娃听到要出发了 一时间熊啾啾气昂昂 无比认真的站在韩三千面前 实在让人忍不住发笑 咱们要出发了吗 放心吧 老子这回就不拉鞋 韩三千一般不笑 除非实在忍不住 强忍笑一点点头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人参娃非常认真的问道 被韩念折腾了不知道多久 她早已经习惯了 习惯到甚至都忘记自己的装扮了 哈哈 当眼前一黑 二人再次来到神种之内的时候 十几天的时间里 对于八方世界而言 也总算有了些时长 当两人落地之后 四下寻找 很快 两人便看到了 重新卧下休憩的守灵狮猫 尽管她确实闭上了眼睛 但显然并未放松警惕 她并未回到金泉那里 反而是就近卧下 好在的是 她确实是重新睡着了 人参娃跟上回一样 一个落地 直接来个狗啃尼的姿态入地 韩三千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被巨大重力压着 平常的一跳一落 此时却直接搞得轰隆作响 地面颤抖 整个膝盖也因为 无法承受巨大的重力惯性 而猛得不由一闪 看着吃痛无比的韩三千 人参娃猛的一个回头 对韩三千比起了近身的手势 嘘 嘘个毛啊 韩三千拍拍自己的膝盖 用尽全力以后勉强地站了起来 紧接着 在人参娃目瞪口呆之下 韩三千突然清了清嗓子 喂 懒猫 起床了 人参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妈的 你疯了吗 而在外面 尾峰处 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在韩三千被陆若新追走以后 蓝山之巅勉强地重新夺回了优势 但不多久 随着永生海域的王缓之带队感到 胜利的天平开始朝着永生海域倾斜 王缓之也成功地成为 第一个获得绿色图腾纹理的人 神种之外 一个黑影突然在陆若新的树下停下 来人正是痴梦 接着 他缓缓地跪下 脑袋压得很低 禀告小姐 宣少让您立即支援福家图腾 王缓之已经过来了 树下 陆若新依然微微欠身而躺 连眼也没睁一下 回去告诉他 我正在捉弄神秘人 听到这话 痴梦 微微一愣 小姐之事 奴婢本不该多问的 但福家图腾那边 永生海域的王缓之已经站下了图腾 任由是太发展下去的话 恐怕对蓝山之巅不利 说完 痴梦已经做好了被打的准备 但难得的是 陆若新却并未生气 不过刚刚开始 着急的是他又不是我 急什么 我忙着钓鱼 钓一条很大的鱼 痴梦环顾四周 一愣 小姐您说的是韩三千 您已经试出神秘人 便是韩三千了吗 陆若新突然破天荒地 露出一个微笑 没有 试不出来 不过 他倒是让我颇有兴趣 所以 无论他是不是韩三千 这条鱼 我都不会放过 若然无事 你不需要来打扰我了 明白吗 母币明白 对了 那个人让我带封信给你 听到这话 陆若新笑容凝固 板着脸道 我不是告诉过他 不要私下找我吗 若是让我父亲知道的话 他说 有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告诉你 痴梦道 陆若新眉宇一皱 玉手一动 痴梦怀中一封黑色的信封 便凌空飞到了他的手中 拿下信 陆若新只瞟了一眼 一时间绝美的脸上五味杂陈 有震惊 有疑惑 有奇怪 但也有微微的喜色 哄 他手将信一握 顿时间 整封信 便完全化成了积粉 望着远处的神种 陆若新突然阴森一笑 真的是你 你可要给我活着呀 痴梦低着脑袋 有些害怕地望着陆若新 那个人的信到底 说了什么 已让一向淡若如水的陆若新情绪 如此复杂 而他望着神种 又是什么意思呢 而此时的神种呢 人生娃真的是有种热了狗的感觉 好不容易等了这么多天 总算等到了守灵狮猫 重新放松警惕的时候 可人一来脚 都还没站稳呢 韩三千这祸居然自己主动将人家给唤醒 这特么的不是提着灯笼上厕所 找死吗 随着守灵狮猫的重新惊醒 此时 已然双眼大睁 身体做出公壮 前找匍匐 血口大张 你赶紧走吧 你自由了 就在人生娃 恼火韩三千的时候 韩三千 却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人生娃明显一愣 内心有点感动 尽管一路上 他都骂骂咧咧的 但他也知道 韩三千救过自己 最重要的是 在陪伴韩念的这十几天里 和那孩子相处起来 竟让他感到了什么叫做快乐 而此时 随着一声划破天际的售后 守灵狮猫猛地冲了过来 其速度之快 其气压之强 简直让人闻之丧胆 而此时的韩三千 紧咬嘴唇 微微只是一个欠身 手中欲见握紧 望着扑上来的守灵狮猫 突然闭上了眼睛 难难道 爷爷 你可千万不要忽悠你孙女啊 看到韩三千闭眼 人生娃精的眼珠子 都快鼓出来 小子 你在干嘛 不要命了 调整因为激动和紧张 而带来的急促呼吸 韩三千尝出一口气 在人生娃不可思议的眼神中 撤掉不灭玄凯的保护 撤掉精神的保护 甚至就连本身 丹田释放的能量保护 也全部消除 简单而言 没了这些保护 韩三千和常人无异 我操 你在干嘛呀 你不会告诉我 你他妈的 这会睡着了吧 看着将保护 全部撤下的韩三千 人生娃急的上蹿下跳 可奈何跳不起来 韩三千并未理会 身心全然放松 甚至连体内的所有能量 也不再控制 任由着他们 顺着这股巨大的重力 去寻找源头 要开开心心的生活 千万不要心事重重 否则的话 一辈子都会过得很压抑 心里默念着那句话 韩三千任由重力 带着自己的能量移动 所有意识 也跟着缓缓行动 他们透过自己的身体 来到地下 又穿过地下 一路往下延伸 终究 韩三千的意识 来到了一个 虚无缥缈的地方 他也看到了 重力的源泉 而那股源泉 赫然就是之前 看过的金泉 心事重重 过得压抑 重便是压 压便是重 爷爷 这就是你告诉赢夏 那句话的意思吗 韩三千的嘴角微微 露出了一个笑容 这根本就不是重力 而是意志 所有强大的重力压制 其实 是意志的压制 而这种意志 便是真神的意志 只是 它被表现出来的方式 是以重力表现出来的 所以 韩三千面对的最大的麻烦 并非是重力 而是这里的神之意志 要想胜过这里的意志 就应该胜过这里的重力 你说 人要开心的吗 所以 开心便是不惧 不忧 不恐 不怯 话音刚落 丢弃了一切能量守护的韩三千 此时 只感觉一股极强的重压 拼命地 朝着自己的身体涌来 紧接着 他的衣服 在重压之下 开始支离破碎 接着 是皮肤的一处又一处炸裂 再接着 是骨骼的寸短 但韩三千 依然心如止水地 闭着眼睛 只是眼皮遮盖的那双眼里 满满 都是不屈的强大意志 天有再高 是比他高的不灭之势 砰砰砰 韩三千的身体各穴位 无法忍受重力的袭击 发生巨大的爆炸 血浆四射 操 疯了 疯了 你外衣的疯了 神种之内 果然不是你们这些 该死的人类可以来的 人身果极声吼道 但韩三千只是微微一笑 任由经络爆炸 任由骨骼和皮肤撕裂 成神之路 不舍身取道 何以披荆斩棘 爷爷 我说的对吗 哄 突然 整个神种猛的一阵颤抖 下一秒 韩三千猛地睁开了眼睛 而此时 他几乎已经破损不堪的身体 正以极快的速度 慢慢地在恢复 那些爆裂成渣的衣服碎片 此时也快速地 慢慢地 回到他的身边 神种之内 韩三千仿佛 听到了震震轻轻的长笑声 这 这是什么情况 人参娃不可思议地 望着韩三千的变化 整张脸苍白无比 而此时 冲来的守灵狮猫 也突然在半路中停下身形 瞪着牛大的双眼 望着韩三千 当一切归位 韩三千与刚来的时候没有两样 身体完好 衣服无损 最重要的是 韩三千感到自己此时的身体舒爽无比 随着他往前轻移一步 就连步伐也不再沉重 甚至 比在外面的时候 还要轻盈 看到这情形 人参娃 见了鬼式地睁着双眼 什么意思 撤掉了装备 撤掉了能量 反而可以不受重力地控制 难道 这里的重力没有了 说完 人参果快乐地迈开小腿 就要往前跑 哇 碰 接着 这货又直接来了个狗吃屎士地摔倒 操 什么意思 他可以 我不可以 他骂的 我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啊 他是外人啊 搞什么啊 人参娃 气急败坏地仰头骂道 但韩三千 没有功夫里这货 在短暂的警惕停顿以后 守灵狮猫此时再次怒吼一声 直扑韩三千 韩三千冷声一笑 手中遇见一握 面对扑上来的守灵狮猫 直接一个侧身闪过 身体轻盈得如同纸张一般 而韩三千本来的地方 守灵狮猫一找下去 竟然硬生生地在地上 划出四道 深不见底的巨大缝隙 好强的攻击力 但就在守灵狮猫一找扑空 回身准备再次进攻的时候 此时 他如牛一般大的眼珠 却突然被一片巨大的金光 缓缓笼罩 半空之中 韩三千金深大闪 头发银白 宛如战神 天火月轮化成红蓝双赤 挂在韩三千的背上 而韩三千双手齐头向背 当双手缓缓举起的时候 一把金色巨斧 赫然滚滚而现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